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同学 大家早安 好 我们继续研讨广论的色谋他 我们翻到349页 字分二 那个词呢就是怎么修色谋他的这个法 色谋他法 那这个修子之良也谈过 那依子之良修色谋他 修已成就色谋他量 那依子之良分加行跟正行 那正行讲完了 所以依子之良讲完了 这样依子之良修色谋他的方法 那方法呢 第一个我们分这个里面分两个科判 靠前面的资良要引申无过三谋地法 这个无过这个过 我一般讲昏尘调举流善 这叫过失 会障碍修定的叫过失 障碍修定的过失 这个过失以障碍修定来说 包括昏尘调举流善 这个等等的散乱 通通叫过失 怎么引发没有昏尘调举跟流善的过失的这个三谋地呢 这第一个要修的 第二个呢 靠这个无过三谋地 我们就初注已经有无过三谋地了 只要15秒没有昏尘调举流善 就修为有无过三谋地了 15秒 时间能够没有15秒没有昏尘调举流善 就叫没有过失三谋地 靠这个初注的15秒 慢慢引申第九柱心 这个次地初注二柱三柱到第九柱到圣谋他 这个1比1 这个无过三谋地 来引申柱心次地 从初注到第九柱到圣谋他 这个是第二个要说的 那第一个我们先看 引申无过三谋地法 怎么修 那这里面有分三个内涵 有个细心所缘先如何修 需要缘什么 缘什么 要选择缘什么 你如果有人选以前 就是禅宗比较选 选属 随习 那如果是净土法门 是慈明念佛的佛号 所以两个不一样 好 所以要怎么样修心 先选择所缘境 禅宗来说 当然是属习 随习 那如果念佛的 一般是慈明念佛 观想佛像念佛 那这更高 圆在空性中 以空性中幻化的佛像 或是佛号来念佛 叫石像念佛 这三个 那其他的所缘像外道很多 圆太阳光 圆月光 圆树 圆石头 都可以 所以要选择所缘 这里中大师就建议我们圆佛像 因为佛像的话 我们可以集聚资粮 靠着资粮田 来归因 用归心来圆 就可以集聚资粮 这是所缘先选择 第二个是对于所缘选择好了怎么修 就是怎么修 所缘是应如何修 那住所缘后应如何修 其实呢 住所缘时就是当下怎么修 第三个是当下之后以后怎么修 这个二跟三 其实呢 我没关系 看它怎么分 其实住所缘时已经选好了 那这住所缘时 可能大家有些更细的分类 那我们先看第一 选择所缘 细心所缘先如何修 那我们先要做前行 它说若不能灭不乐修定 所以我们要对修定要产生好要 好要 你很想修 你才会修得住 不然呢 你根本不想修 你可能修不成就放弃了 所以对修定的功德很好要 所以要先有这个好要心 像我们学法也是一样 要对法有好要 慢慢你才会想要去屈辱 遇到困难也会排除 好这个好要很重要 那呢 热定障瓶所有懈怠 好 所以 所以要把这个障碍的瓶呢 就是 就是修不好要的 不好要修定的障碍 就是什么 懈怠 好 这个懈怠呢 是让我们呢 产生好要最大的一个难关 好 我们常说修不会了 没有一下就成功了 我们就会懈怠 所以要保持长远心 恒心耐心 这个很重要 好我们看 初极于定不令去入 好 这是懈怠了 懈怠了就让我们呢 定不入去入 这是这样 八段情对着五过失 第一个过失 第一个过失就叫懈怠 所以靠着懈怠 我们就不想修定 所以懈怠 初 初就是呢 懈怠 当然 这个懈怠就是初啦 刚开始呢 就定 于定 不令去入 这个文字表达不是很清楚 就是懈怠会 刚开始就会让我们定 不令去入 终于获得 亦不能相续 从此有 慢慢修 越来越有成就感 但因为懈怠的缘故呢 也没办法继续 你速当退失 就是没办法继续呢 就很快的就消失了 故灭懈怠 唯出切样 所以第一个过失 要去除就是什么 懈怠心 懈怠心就要去除 所以若能获得身心清安 喜乐增广 昼夜行善 仍无疲厌 我们得到身心清安 这个时候呢 就会 我们那个叫善行 就不会疲厌 那身心清安怎么样 就是你的身心调容 气脉无阻 气脉都打通了 所以气脉打通的时候呢 你就不会有疲累的感觉 疲累的感觉 那真正呢 要到身心清安乐 那个还是真正稳固的 不会疲累 那如果是只在提 那身心清安 它比较短暂 所以有身心清安 这个是第一步 喜乐就是身心清安乐 更好 那这样就保持善行 不会退失 周围善行 仍无疲厌 那懈怠禁除 靠着那个第九处心 或是射默他 懈怠就能够完全 把它尽住看见 男生清安乐 或是清安 须离人生清安之音 妙三母地 就是没有过失的三母地 叫妙三母地 没有昏尘 调举 流散 这个叫妙三母地 也叫无过三母地 对无过三母地呢 要横发精进 从开始的数秒 要把它延长到 一分多钟 一分多钟 延长到三分多钟 延长五分多钟 延长越久 你的那个 第九处心 那个次第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 好 所以男生 身兼敬的蓄于镇定 具足恒常猛力 吸欲 就是对功德啊 产生好耀 热修定 所以呢 欲热之音 吸由关键镇定功德 身兼信性 好 如果修定要产生功德 那我问你们 如果你们修定的话 你们要产生什么样的好耀 你对修定要得到什么样的功德 有没有想过 平常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修定 要得到什么功德 没有想过 那表示你都还没有开始修定 没错 神通也不错啦 这贯外道的 如果说你念佛 得到念佛三昧 所以临终不颠倒 快去念佛三昧的定义 蒙佛色寿跟接引 这是念佛一般的 念佛三昧的一个希望 一般是大家修定要得神通啦 有人嘛 那禅定能够压福烦恼啦 让烦恼不现行啦 不再造恶业啦 得到常见的身心轻安啦 藤吟家务啦 这藤吟家是神通啦 那身心轻安啦 病苦可以慢慢解除啦 很多种 看你的功德想要什么 你就把那个功德提住 那修定才不会退 如果没有想好功德的话 你修一修哎呦 一日 一日补鱼九日晒亡啦 吼索求是空性后 你没有正空性之前要有索求 空性是无索求是 没有自信承认的索求 一般误解错误 没有自信承认的索求 不是全部空无的索求 这是错误的 禅宗的概念 错误的概念 那你无索求你学法干嘛 那你不想成佛 那学法 学佛法干嘛 但是要先有愿啊 愿啊 麦克风 你看 没有利他的精神 这个就为了自己的 迪古得了 不是啦 不是要变赢输啦 这是变礼哦 我目的不是变输赢哦 上次我提供 我跟一个法师在变输赢 我被打败了对不对 我不是要变输赢 我叫变礼啦 真理是什么啦 这样我们才可以 去入真正的方便 不是变输赢哦 变输赢我也变不赢你啦 真的啦 我是用礼来说而已 讲礼啦 没有 刚法师在问说 你修订有所有是不是 要一个欲求心 对不对 但没有 不是说没有这样想过 只是说想了以后就觉得说 这样子对 好像又不太对 哪边对 哪边又不对 对 就是说有所求 又好像不太对 但是实际上 我们在做的时候 它真的是 你不求它自然就会发 就是会引发就是 我们平 就不只做的时候就说 我们平常日常生活行住坐卧 你一直在那个 那个分 就是那个平稳的状态之中 你自然也不太受 不太 就是烦恼也不像以前 就是说比较受影响 就是说比较平稳 然后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然后也没有求 但是自然就会有那个状况 现在你的层次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对人好 我不祈求他反应对我好 我只要对你好 所以我所求 我所求我对自己所求 我所求什么 我要对别人好 这是我的所求 但是我不想说我对你好 你要回报 这个有两个层次 所以你可以所求说 我要对别人好 这是我基本的所求 所以所求 我要让别人快乐 所求 法师讲所求就是说 对自己 我的认识 自觉 对自己的要求 对对对 不是别人给我的 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 但是我要求自己 应该要怎么去做 但是我并没有要求 别人来回馈 要什么成果 对对对 那修订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对啊 我所要安住心 我希望能够靠我的所求 得到功德 但不是功德给我的 而是我靠这个因 自然会成一个功德 对对对 那这样也是无所求 有那这无自信的所求 但是还是一个愿啊 愿是因为我们 愿不是别人给我的愿 而是我靠这个因 怎么种得到果 一个满 一个满 一个满满的一个果 愿是因为法师 天天都po法王的那个法语 那每天都在串习 法王告诉我们的事情 是 所以这个 这个说愿也是跟我们的心 也都结合在一起 就是自然而然的救世 会法王的法语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 我们的概念 对对全部都有 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感激 是是是是对 所以你讲无所求是 不要给外面给我的果 我不需 我是怎么种因得到 我自己应该得到的果 那这果能不能成 这关带因言 我因种的多 种的正确 果就圆满 所以就说水到渠成 对对对 但是是 这还可以有愿啊 有个愿提侧 你没有愿提侧 你会跑掉 不想做 一定有愿 不能可以坐在这里 对 不然你坐在干嘛 一定有个愿望嘛 那愿外能不能成 关带我们自己的因 怎么种 但是那个愿不是为了自己 不是 不是为了别人给我的 不要外面给我的 是从因 我努力种就对了 果知道有这个成 我努力种 不管果什么时候成 谢谢 所以无所求 也可以这样说 但是是无自信的所求 不是完全没有所求啦 两个不一样 那我是有两个问题 好 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有 有定的话是不是一定会有慧 第一个问题 有定的话是不是一定会有慧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从 慧下去修 然后再修 界定 我的问题是这样子 这个两个 有定花慧 这个是讲 一般来讲是 有些没有学经教 他说有定花慧 那这个有定花慧 有几个角度 很复杂啦 因为每个宗派讲的角度不一样 一般我们是有定花慧 例如说我们看 有时候我们四位一个问题 平常生活中 四位一个问题想不通 然后就睡觉 起来就想通了 或是说想不通 忽然一段事情就想通了 有没有 那就表示说 那个是你已经过去有聚生会 已经有聚生会 但是越来越来越问题 你聚生会没办法显发 靠一个语言 可能给你深层的定 或是睡觉 或是呢 靠到一个法 触略旁通 会让你想到 阿摩 原来佛法是这么说的 那些本身有聚生会 只是你的习气没那么浓厚 靠那个语言 把它显发出来 所以邮定花会 开发是聚生会 不是这一生休息的会 是聚生过去 已经懂的会 只是没有把它显发出来 所以邮定花会的会呢 一般是生活上 是靠邮定来产生 聚生会的显发 这是一种 另外的 法师说的 是邮定花会 在你那下定的时候 有以前的智慧所隐身 不是在那个当下 你定了之后 你再经过思考想出来的吗 没有没有 聚生会不用思考 就不用思考 就是在定当中 他把潜意识的会就显发出来 这一段时间的话 你如果碰到一个问题 你还是 你不用思考就对了 没有思考 这个是过去聚生会 不是 过去就对了 不是 过去生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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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定中间的话 再开始思维 我有定了之后 并不能思维 想出来 定中不能思维 你说在定中 定中不能思维 定中不能思维 除了成就 赦摸他以后 那个才可以赦 我讲第二个 就是成就 赦摸他之后的思维 第一种事 不是赦摸他的 就是你能够 心可以接触 他一个潜意识 睡觉也好 或是心安住一个 一个比较沉静的心灵也好 都可以显发的 聚生会 就可以 那聚生会 有的时候 我想到的不是聚生会 是我之前学到的 没错 也之前学到的 也是因为你学懂的 但是一致半解 所以变成说 以前我聚生会 一致半解 靠着定 就把聚生会 跟一致半解的 这个会力 把它显发出来 所以有时候想 不是我聚生的 我们也看不晓得聚生 但这个 那个法类 是我之前学到的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不是过去生的 你感觉是这一生 比较早学习到的 那如果说在某一点上 你这个过去的 没有这个聚生会 那你怎样的话 都没想不出来 是啊 就引不出来 是啊 是第一个生活中 是这个 没错 所以你们学 梦额法类 碰到普林道士广令 一学很大 表示过去生学过了 看了某的法类 修订 一学就可以入定了 表示过去生学过 都是用聚生会 来串习而已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在这个里面讲 由定花会 是这个定是讲 色谋他 必须要色谋他 身心清安乐 色谋他 再靠色谋他的 定中的色词 再去思维 更深的法应 那色谋得到 我们叫了象作业 慢慢来得到了 那个修所成会的 匹伯生 这个叫 正正的由定花会 由色谋他的定律 所色去思维 产生匹伯生 那的修所成会 这是广论 那个活经讲 是真正这个 有定花会是讲这个 就是要出定以后再去思维 不是 因为在当下没有办法思维 不是 他已经出色谋他 但是色谋他 那个色词力还在 色词力下去思维 在定律的色词之下 不是在定中 在定中的色词力之下 那变成说你那个色词力 就快点去思维 不能当 那个色谋他可以好几个礼拜 可以好几个礼拜 几个礼拜 第九诅心可以一个礼拜 一般啦 第九诅定律可以维持一个礼拜 色谋他会更高 可能两个礼拜 一个礼拜左右 就任运啦 你在念佛 念佛念到第九诅心 你在心里稍微一停歇 停下 那个念佛佛法自动陷起来 大概一个礼拜 就叫任运啦 无念而念 这个叫无念而念 第九诅心就可以无念而念了 这个叫念佛三昧 但是这个还不坚固 他必要得到身佛他 身心清安乐 身心清安乐呢 他有大乐 哇 那个大乐生起来 慢慢收射 他的心就更坚固 那个打铁有没有 打铁 趁热打铁对不对 热烧起来 比较好调嘛 打打打 然后呢 打一打成形之后 要许遇水 把它冷却 冷却就坚固了 这个形状就坚固了 那圣文他生气下来是 但发起来的时候呢 他慢慢冷却的时候 那个心啊 定律就坚固了 这叫坚固三摩地 第九诅心不算坚固 因为他没有热 大热的热 没有那个火烧水洗 还没有这个过程 所以他就不坚固 了解 所以要生气 圣磨他的身心清安乐 你在思维才不会退失 如果第九诅心一思维 那个第九诅心定律就退了 所以你们要修到身心清安乐 才能开始思维 不能说啊 一点点成就 我就有点感觉 就来思维 那一定破功 黑火不倒 黑火不倒 你说水下去你就没用啊 还没沉 还没打造完 你知道吗 所以我有 刚刚刚说你说那个 问我们说 那个你们要对修订 有什么样的所求吗 那里面有谈到说修订 它可以断一些烦恼 押押 押押押 还有押押造恶 是 是 那我想到一个问题是说 因为 比如说 烦恼一定是有的 但是 我们如果 以学佛的角度来说 像刚刚 那个卓山说的 因为学佛 你基本上 你的心性都会 比较不会说 要去造恶啊 然后也会比较平静啊 那这样子的话 在修订的时候说 所谓的不造恶 它是指哪个方向的 是怎样的 凯定说不造恶 不是 现在以理论来说 我们说到出禅正定 它前面欲界的九个烦恼 九品烦恼 通通不陷起了 压服了 那我会造恶业 是欲界才会造恶业 社界上不会造恶业 因为它的欲界的烦恼 不会生起 什么贪欲啦 真慧啦 那个通通不会陷起来 所以不会陷起来 那心保持一种清凉 喜乐的心情 看一切事都是好的 它就不会看到一切事 是观过 这个不会 因为观过是我们欲界的心 所以它已经跳脱欲界的心 已经在色界的心 看到一切一事像 它不会感觉有什么问题 它有一种欢喜心去面对它 所以它就不会起烦恼 不会造恶业 但是执着还是有啦 但是不会起烦恼 不会造恶业 都欢喜心去面对一切境 这是病的功德啦 用欢喜去面对一切境 一切境 一切境 不会灰里作业也不会 灰里作业也不会 灰里作业的执着有 但是起烦恼的灰里作业也没有 哈 执着还是有啦 但是烦恼跟 这不会陷起 反而不陷起就不会造恶业啦 那执着是更好 当下突破 它是压弧而已 没办法突破 如果你知道缘起信公 可以当下突破 那个自己灰里作业的错误的点 把错误的点 转成那个助缘 我们自己自己修到的助缘 把那个我们叫我们叫 烦恼转为菩提啦 这个是执远起好处 不但是压弧 而且能够转烦恼为菩提 转那个嘛 那个 那个 我们不好的当成肥料 嘿 这个是突破缘起 从缘起下降 对 感恩行 看缘起 这很重要 所以缘起是佛法不共的 那用修订来压弧烦恼 是外道共的 所以你看到外道 那个修得很好 修订修很好 你看都面带微笑 身心自在 因为定的功德 但不是那个 空正见缘起的功德 这差很多 所以它保持一种 如如不动 的心情 那个不是 佛法要的 后来去突破它 认识它 然后去突破它 去把它转变它 这是佛法不共的 所以你看到有些人 冲得很快的 那不代表他有烦恼 冲得很快 他会想要去突破 你看到一些 做事的人 他了解 他做事很积极 又很主动 但是呢 他不会被外界这些 有的没有牵绊 这个才是真正佛法的 这个 我们叫高干者 就是修行 要靠这样 能够勇往直前 突破 然后积极 然后去乐于助人 都在行动中 但是他不会被一切事情 很乖 人情啊 什么什么 指所乖 他不会 他就很自在 该做就去做 身心是很自在 很调柔的 这个才是我们要学的 很清楚 该取该舍 这个才厉害 修订的是 那跟我们无关啊 好像把它隔一层 那我就身心自在很喜乐 这个也沒關係 没来没去 没事情 就是修订的这种功夫 你看到都是 不重要 那不重要 你为什么感觉很重要呢 有没有 有没有这样跟你讲 根本不重要 你为什么那么感觉 你也对你很重要呢 这是以他安住的 那种定律来说 不重要 你为什么感觉那么重要 他不晓得 缘起对他很重要 不是对我很重要 我当然对我不重要 当然我不care 但是对扁可能重要啊 如果是大圣妾 要关心他 他的重要在哪里 为什么他那么着急 去帮他突破 我不是说 你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你为什么那么 那么烦呢 这个就是 这个是水 跟那个我们叫修订的这种 患愁一样啊 跟那 跟生突破 引起的角度都不一样啊 但是 不是啦 这是有没有学到 那个佛法真正不共内海 佛法真正不共内海 是帮助别人自己突破 也要帮助别人突破 这是佛法 大圣佛法不共 慢慢学啊 我们现在都没有能力啊 但是我们有一个愿 我们家有一个愿嘛 那不能成就透过这个境界去磨嘛 磨嘛 所以我常常 我会 有时候会 讨论我失败的经验 跟大家来的分析 那怎么磨嘛 被磨要磨嘛 你不磨怎么成器 对不对 本来就是要磨的啊 我们还没有成就自己 多磨啊 多一道境界 失败了又反省 怎么失败 就考虑一下啊 原来要怎么做 原来这个点呢 没有思维够 原来这个点呢 没有好好去处理 原来是没有智慧 那意气用事 看到自己过失 下次就不敢说 那不敢 不管再重蹈覆测啊 所以叫发路啊 自己失败经验的 跟大家讲就发路嘛 不然之后 大家都知道我这个问题 靠着别人可以提醒我啊 对不对 我可能一时呢 气脑分头了 让别人看 你怎么又来了 就可以 稍微遮止一下 所以我们在那个 出家界有一个 宋界嘛 要忏悔嘛 为什么要忏悔 要当众忏悔知道吗 你说好丢脸喔 怎么做这件事 让大家知道呢 蛤 会不会有这种 诶 昨生一定好丢脸喔 对对 大家一定好丢脸喔 才不敢说呢 那宋界只有这个功德 你跟大家说了 大家就 大家我们讲 死啊 眼睛都看着你 你就不会想要 不敢犯错 大家都 神职啊 什么千夫所指啊 蛤 蛤 什么叫乌子 就是 看着你啊 你有这个过世 大家看着你 你就不敢再犯同样的过世啊 这个意思啊 这个比较积极的 这种忏悔方式啊 一般摘下去是比较难 好 又会隐藏 我们出去就一个人啊 我要成就佛 他还要管他什么 人家怎么对我看 但是透过别人看我 欸 你有这个过世又来了 喔 对对我不用敢做 这个比较积极的方式 欸默默的说 我感觉那个基督教也蛮厉害的 他会找神物去做嘛 告 告解 告解 那蛮厉害的 跟一个人讲 那个人不能看到 所以他不想 但是因为你常去 那个谁在告解都知道 听声音就知道了 对啊 所以应该换人 新人 换一病 才不会有问题 好 这个就是告解啦 一般就要告解 但我们对佛说 欸 如果有佛说 至少佛了解我们的苦处 在帮我们 但是我们出家众是比较积极的 让大众知道 大众就可以繁殖你 就可以帮你持戒啦 欸 这样意思懂啊 好 这个是叫 好 另一个问题就是说 刚才有问题就是说 如果说以这个次第的话 我们可以先 可以先修慧 然后再修戒定吗 还是 现在是说齁 你修的慧 跟你修的定 所缘没有一样 你是要所缘一样 还是所缘不一样 嘿 这个两类嘛 你修的慧的所缘 跟你修定的所缘 要不要一样 如果不一样 没关系 你同时可以修慧 像我们现在学经叫文师修 往文师会 可以先学 你再修定修念佛 都可以 那后面呢 当你学到后了 你修到比量 那个已经修到念佛 学到定了 可以帮助比量 因为你已经 那个定已经产生了嘛 比量之后 马上就可以得定 靠着同样的所缘 就可以得定 懂齁 两个可以不同 不同的所缘来修 没关系 一个是文师的法类 跟你修定法类不同 没有关系 但是你只要修定成功 以后呢 你修到的这个文师的 文师会的比量 就可以用定的 以前的经验 来帮助这个会 产生 射默他 所以没有关系 另外是说 如果说 要同样所缘 活法的话 一定要先由文师得到比量 再用文师的 绝授 比量的绝授 来当所缘进来修定 这是活法不共的三摩地 所以看你要是 两个互相辅助的来说 就是没有次第 所缘不一样 就不一定有次第 你可以文师也可以 跟修定也可以 都可以 两个同时 或是跳跳去都可以 如果是以同样法类 先要文师得到比量的绝授 在这个绝授当所缘进来修定 就变成 因为文师会 再得到子助修 这个是有次第 在这一次我想应该很困难说 文师来得到比量再来修定 很难 对我们现在来讲 那变成说 如果说我照这样子讲的话 那我这次我都不用修定 这个比量我还没得到 我就没办法修定 所以说应该是可以 所以一天里面有文师会 也有修定 这个时间把它排出来 不要等到比量才修定 因为从比量到修定 要修定到成功 又很长的时间 怕我们耐心恒心不够 会退 如果说你兴趣的 像说你自己鼠息 很有兴趣就修鼠息 念佛很有兴趣就修念佛 就看了所缘进 想要修的那个所缘进 慢慢去修定 那修定呢 一方面也有好处 修定有一个沉浸的心 你在文师佛法就比较能够 思维折 念力比较够 不然我们修定没有这个经验 念力不够 一下想就散掉 一下想就散掉 所以我是劝 我们现在根气来说 一方面有文师 一方面有 一个圆一格 你自己喜欢的所缘进去修 止住修 两个同时并行比较好 以我们现在根气来讲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 就是戒的话可以用修的吗 戒是用修吗 还是说戒是用自己 戒有个标准 他必须有个标准 嘿 例如说我们 我们那个词别卸透这个标准 我不伤害别人 遮损他及一 一就是他包括他的旁边的人啊 跟他相关的人叫一啦 所以戒的最基本 我就不要伤害 所有的一切众生 包括跟他有关的一切 这个叫戒的精神 那这个戒精神 你大概对境该取该舍 那个该取该舍 能够拿到一个标准 那个叫戒 所以戒就是对一个标准的取舍 人取人舍都合乎这个标准 叫戒 这样懂齁 那这个戒呢 除了说我不伤害别人 我还有一个动机很重要 我是为了卸脱呢 还是为了成佛 为了成佛 我去不想要伤害别人 在不伤害别人这个范围内 那做取舍 那个就是 以菩提心来做 就菩提心的戒 菩萨戒 以出力心的动机来做 就属于马别卸脱戒 看这动机是最主要的 但是有个范围 不伤害别人的范围里面 我去取舍 这个叫戒 这样可以没 不伤害别人 你刚才已经伤害我了 你说我的问题很多 对啊 问题是 你我们交通前 最前是在这边的范围 也有四个题 开遮掌 我伤害你 我只能我伤害你 是你犯的范围 可是是什么遮措 因为我问大家 更先找一点 少一点问题 是怎么过讲一点 所以这是一个遮掀 还是可以教别人 好 少一点问题 没关系 每个人取舍 这每个人取舍 这每个人不一样 遮掀来说这些话 每个分配先安理喔 我不是一般 他是以大众来考量 你自己想法大众 你是以 我是以大众的自己想法 不是 你还是圆的大众 嘿 现在这两个都圆的大众 他安理说 对 对 没关系 我不是在说 我是在问问题 雖然倒打我一把 是说你不了解戒 所以我跟你讲 遮戒 遮戒 但我并不是说 我有贪嗔痴 不是因为贪嗔痴 我承认我是犯戒 但是我为大众 我宁可接受这个 错误的动机 可是 我必须还要去做 那叫做遮戒 不是冻戒 我看 没关系 在没有了解之前 不要回答很强 你要把自己听师傅做清楚 你就了解为什么 这样 师傅跟你讲很清楚了 只是你一直抱着 我有问题 我有问题 这是一个模式 其实 对大众来讲 并不好 而且你是在幻戒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跟别人分别心安理了 这样你讲 没有啦 现在是说你问一下 我有这个问题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同样的问题 如果大家同样的问题 就问 你可以先用这个 一个标准 我有晓不晓 定会哪一个要先修 不晓得到底有什么问题 如果有同样的问题 我问几个问题 这样就不会影响大众 尽管大众的 我们叫共需比量 这个有这一关会更好啦 像大众有没有这个问题 我没有这个问题 我私底下问 对了解 我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做当心重工 可以 但只要先了解 这个 那些事物 不论是你们各方面 法院的问题 不论是你家里面 是你伴出来 那你家的事物 你跟我们大家 其实你不能玩得没玩 但是最好私人一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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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其实 我并不想说 把家里的事情搬出来 这个 这个人没有人需要 只是说 我愿意这样是说 其实我才愿意 当事例而已 对 当个事例说 让家里知道 可能有这种情形 其实我很不愿意 自己家里是谁要想出来 我 但是我想 没关系 你慢慢来 因为他相关的 他是有定位跟相关 没关系 你问大家有问题 那有问题我就问 如果大家没有问题 你在实际下 问我这样 这个抉择先一个这样的抉择 就比较好 好 可以来可以来 好 没关系 这个拖了这样的问题 没有 不是 如果说 其实我也是也要了解 别人的想法 对 我也不能以说 我自己的想法 因为每个人有 每个人想法 对不对 那当然是说 我提的问题 可能也是说 大家也可以多讨论 对 他感性度 他所求是这个 他要把文字 要干净 你要听他所求是什么 就没有关系了 就不用再提了 跟所求不一样 好 所以我们这样 所以恒常我们需求之音 要对那个功德 在319页 最后一行 319页 这一行 所以要对 息欲乐之音 需由 关键镇定功德 身兼信心 故应先施镇定功德 对功德要产生一个需求 那朔修信心 朔朔 朔朔 把这个信心 定解在内心 我要那个功德 所以我一定要好好去做 这个一般 居士比较难 居士比较难 为什么难 因为我透过 这样的教书 十几年了 一般都是有一搭没一搭的 像说我有时候很想去教 人家说 今天老师我们有事 我们想请教 我只能随数年起 我已经快要出发了 还好 今天怪怪的 气氛怪怪的 打电话一下 今天要上课吗 没有 今天老师没有上课 为什么没有上课 上个礼拜修不是 一定要上课吗 我群组没有抛要上课啊 我们想去上课 那居士不想上课 奇怪 也是延期的 只能这样 只能赤地 修者观之极显决定 对这个赤地修性 这个赤地 观之极显决定 故应认为最甚重要 对那个去除 对功德的好要 来去除懈怠 这个第一关 任何事都是这个哦 不管是修定哦 学任何事都是这个哦 要去除懈怠 要把你要修得法的功德 好好地定解在内心哦 这个很重要 你平常没有这样思维过 卓山为什么要煮这么好吃的饭 饭菜 你每天为什么煮 要煮这么好吃的饭菜 你为什么家人回来 一定要煮好吃的饭菜 对啊 所以要对开心 要产生定解啊 因为我会让他们开心 所以这个饭菜 可能要去买菜 夺料 还有什么配料 很麻烦 要花好几个小时才做好 但是因为我要让他们开心 我愿意做 这个就是对那个开心的功德 产生好要啦 开心 让家人开心嘛 觉得这个果啊 要很确定 你这个我确定 才会努力去做 才不会退 才不会懈怠 这很重要 修认何法都是一样 所以看辩中辩论 编中辩论是米勒菩萨 米勒佛所写的五论之一 他说 己所因能依 己所因能果 好 那所因呢 也会叫欲勤所依 未能因为欲勤或精进 欲因为信仁功德 那勤果为清安 这个讲的不是很清楚啦 就是我们讲的四个过程 就是我们讲的四个过程 我们讲的是由 这个信到欲到情 到情 情就是精进了 安到安 安 安来他用清安 其实应该叫清安乐 比较好啦 一般都成为第九主心 那真正坚固是清安乐 那性呢 性功德 这个叫圣解性 就是圣解 就是确定性 圣解功德 那欲呢 叫欲求性 是什么 信为欲依 信为欲依 这是愿意 那呢 欲为情依 那呢 那情为 那情为 情恩乐一 那情为 那情为 情为 情安乐一 这个是三个 我这样讲对吗 对呀 三个 那清安乐呢 为神通一 这个可以再写了 就神族嘛 这个叫神族嘛 神通的基础 所以清安乐 我们神通 好 加这里 那怎么讲 清安乐为神通一 我去帮我们讲性为情 那仁义是谁 如果以前面来说 仁义是欲 所义是性 这样后面是仁义 前面是所义 仁义就是 我要必须靠哪些叫仁义 欲是仁义 性为所义 如果是以情 情为仁义 欲为所义 后面呢 清安乐为仁义 然后精进情 是所义 然后后面呢 神通是仁义 清安乐变所义 这样了解 后面就是仁啦 关带这个叫做所 这个是仁 关带 关带前面这个叫所 那个就是仁 仁义 仁义 这叫所 这叫所 所义 能一 关带这个叫所义 这个又能一 关带这个性 就是所义 好 这样来看 这样懂吗 文字啊 那文字写的是比较 很多 五通 他心通 天眼通 天耳通 宿命通 神主通 五个 但神这个主 这个主是讲基础 不是那个神主通的主啊 这是基础的 不是那个神主通的主 神通的基础的意思啦 就我们的脚啦 我们神通的脚 这是基础啦 不是跟神主通的 神主那个主不一样 啊 石头的石上 哦 除哦 基础的除 所以靠 这个 这个 清安乐是叫基础 神通的基础 叫神主 这属神就神通 啊 族就是基础 好 看见没 所以文字就这个意思啦 可是那文字你看 我想那 他讲的不是很明确 嘿 文字没有办法 把那个内涵讲得很清楚啦 就所一能一 因跟果啦 啊因就是什么 所一啦 果就是能一啦 好 这样可以吗 好 就到那个第二行这边 果味清安 好 清安乐啦 这样可以喔 好 那我们再看 始终 对这个圣摩他 始终所修的正定功德 未有 获得圣摩他 以 就得到身心清安乐喔 他这里喔 文字都写清安喔 其实应该讲清安乐啦 因为圣摩他有乐啦 如果是到地久住心再生心清安 所以要得到圣摩他必须要有身心清安乐 可是文字上都少一个乐 快乐的乐 好 所以呢要一呢 得到圣摩他 就必须呢 果味清安 在干嘛 加清安乐 快乐的乐 第二行 好 第二行的清安 加个快乐的乐 清安乐 因为他讲的是圣摩他嘛 未有获得圣摩他 以 好 得到身心清安乐之后呢 献法乐住 所以有身心清安乐之后呢 你修定 一定很好要 为什么 太快乐了 这么快乐 给你拿一千万来换 你也不要 因为一千万马上用光 快乐马上消失 可是对身心清安乐呢 可是你一生 永久不会忘记 对啊 你继续修保认它 就不会退失了 可是那个乐太快乐了 那个哟 你所有的 所有的身体的快乐之中 没有比修定更快乐的 千万分不及一啊 千万分不及一 你那吃好吃的 心很快乐 对不对 买到好衣服 很快乐 对不对 这种爱国奖就很快乐 爱国奖就没有了 算了花票 很快乐对不对 那快乐是暂时的 可是生活上这个快乐呢 看你永久那个快乐 你只要回忆起来 哇 那个身心就非常舒服 你回忆哦 那个身心都激动了 那个激动 那个一般叫激动 那个激动是 激动是精神上情绪上的 那个激动 dead 让人心会 Golden 不但是情绪上的激动 system会激动 你的身体会激动 啊 那个 一個心一個忌啦 我講的太恐怖了 就是會忌動 對啊 這樣對齁 不但心動 連那個身體也動喔 誰錯 誰錯 忌動 忌動 好 這個是他的功德喔 所以輪到叫憲法柱樂 一般外道所求就這個啦 憲法樂柱或憲法柱那個太高興了 太快樂 所以你一般修訂修有這個表象喔 他不會去學法的啦 文師啊 你感覺這麼快樂這麼好 為什麼要多多時間去聽文佛法呢 我浪費時間 維持保在快樂當中 身心清安那多好 所以一般有得到這個定的喔 如果是沒有揪文師的基礎 一般都不會想學法的 他只要修訂以後 每天修訂就好了 這樣了解喔 所以一般人就會躲在深山啊 甚至家也住不了了啦 家也待不住了 為什麼 太煩了 柴米油鹽醬醋茶 一下兒子怎麼樣 也要先生怎麼樣 也要親戚怎麼樣 也要親戚怎麼樣 對不對 太多事了 那也要砰砰砰砰砰 哎呀太煩了 乾脆那也退出群組 有這樣耶 有的就是 那也砰砰砰砰 我不喜歡 就退出群組啦 因為 那快樂消失了 他感覺煩啊 就乾脆不要了啊 還要關 還要關靜音 還要開靜音 他更煩 所以他修訂人就是有這個個性 不喜歡囉嗦啦 不會 ces慰 quai e ao de 但是各外道道的 當然小聖也會啦 這是各外道的 好 這是受歡迎 我 Anh 驗ượng hypers 現法樂助身心喜樂 極由獲得身心清安樂 於善走緣心如欲轉 所以保持一種心 很愉快的心情變認 société 他喜歡幫助別人 所以他很樂於助人 一般我們看的就是很有修行 常常面帶微笑 以前戰訓也常面帶微笑 最近好像心情比較不好 好好好 比較嚴肅一點 好好 也可以啦 一個過程一個過程都可以 要 只是有時候調整一下心 就是說調整一下這樣子 有目的的就可以啦 有好的目的就可以 不敢怎麼做 沒關係 好的目的就可以 調整自己的一個方向 好 所以於善所為心如意轉 又有熄滅 好 於顛倒境 善亂無阻 靠著生性性善亂來 對那個顛倒境 善亂無阻 就沒有了 沒有了 好吃的啦 好玩的啦 好看的啦 好聽的 已經不會想要了 那個定中 太快樂了 這個都算什麼 好聽的算什麼 好吃的算什麼 好看的算什麼 我內心的快樂 才是真正的快樂啊 你知道嗎 比對之下 一切的那個 色瘦想行 色身相會處都隱滅了啦 這種快樂都不止一體 我剛剛講那個 那個快樂呢 世間的快樂 百千萬分之一都不及 所以可見那個吃好吃的 聽好聽的 對他講已經 不屑一顧了啦 先了解齁 先給你一個大餅啦 好好修訂 所以顛倒境 善亂無阻 所以了解齁 這修訂 所以他家裡也待不住 待不住 對 所以摺住惡行皆不得生 因為他煩惱壓扶啦 煩惱壓扶所以惡意啦 惡的行為 善亂別人的行為 都不會生了啦 誰所修善皆有強力 而且他對別人真的是很願意幫助別人 保持愉快心情去幫助別人 這種人不多了啦 但是這種人還是外道還是很多的 所以幼子唯一 靠著這個 射謀他這個子 子就是射謀他喔 不是講第九處心喔 子就是射謀他 人影神通變化等德 所以我們講 神通就是在靠這個神主 神主就是身心清安的 這射謀他 射謀他 尤為依止 人生通達 如所有性 靠這個射謀他 在修那個 了相作為的觀察修 就可以生起 如所有性 空性 如果所修的法律是空性 就變如所有性 如所有性 就是聖意地啦 聖意地的空性 這是要生起 空性的彼婆色納 所以這個聖謀他很重要 所以你先修念佛 得到聖謀他 慢慢的再思維 一面思維空性 空性比量之後 再修 此處修 可能會就得到空性聖謀他 或聖謀他修完 在這個聖謀他的定義當下 要去觀察 空性是不是自信成立空 然後得到彼婆色納 所以我們現在跟兩面同時修 不要說我先修思維修 再修指數修 兩個同時修會更好 對 因為我們現在的會力不夠 要靠定義來幫助 麥克風 我之前修訂的比較多 可是後來又轉到說 聽經文法思維的比較多 我覺得後來我現在發現不對 因為像我最近 我之前有一段時間一直睡不著 後來我就發現可能 思維太過了 後來我現在有開始每天早上 選一段時間在把座 現在就很好睡 那之前好長一段時間睡不著 因為思維太過了 對 所以晚上睡覺前那一段 不要思維太過 真的會睡不著 我常會啊 因為我要準備功課 我就每天都上課 晚上回去都九點 快十點多了 才開始要準備隔一天的功課 有些那個 像陸中上節目說 文字好堅設 非常堅設 廣東皮膚色納 剛才是很堅設 現在應該帶好幾輪的比較熟了 那陸中上節目第一次講 文字根本 不曉得在功上 不曉得要講什麼 後來都腦筋思維 那這個角度怎麼想 那個角度怎麼想 那如果是維世忠怎麼想 或是金副忠怎麼想 或是陰沉叛怎麼想 講的腦筋一直混雜 晚上都睡不著 那是半夜醒過來還在想 那維世怎麼說 陰沉叛怎麼說 睡兩個小時就醒過來 就睡不著了 那我就怎麼樣 我就靠修氣功了啦 就裡面修氣功 觀想氣 琳娜 慢慢慢慢又睡著了 所以我修定的方式 要慢慢那個 心神要收射 要睡著了 所以我睡不著沒關係 我就醒來修氣功 修氣功十五分鐘 剩過我睡覺兩個小時 有時候很累啊 但是我叫修氣功 打個 噢噢噢 精神就恢復了 所以我感覺修氣功 對他講蠻有用的 交給你們 你們都不好好用 很可惜 好再來 所以素極能斷 生死根本喔 這個生死根本 靠什麼 如所有性的匹伯生 就只貫雙運了 所以不是靠修定喔 這個因果要搞清楚 是靠如所有性匹伯生 能夠素極能斷生死根本 不是靠聖母他喔 是靠如所有性匹伯生 若能視為此處功德 則於修定增長永悍 不但能夠得神通 而且靠這個聖母他的這個定義的基礎 來視為空性 那得到匹伯生那的雙運 子觀雙運 就能夠斷煩惱 所以對這個功德 我們就想要 永悍能固恒樂修定 即一獲得 加恒樂修定的信心 就很容易獲得 殊聖的三摩地 殊聖三摩地呢 我們可以分很多種 第一個要先生起色母他 那個粗禪二禪三禪 這個以後都叫殊聖三摩地 得以不失能塑修習 如果得到這個色母他 甚至不失 而且能夠塑塑修習 要喘息喔 不要 要常喘息才會不失 如果長久沒喘息 慢慢這個定 大概兩個禮拜後就沒了 但以後修很快就起來 很快就起來 雖然是沒了喔 但是以後再繼續修 很快就會再現起來 這有他的好處 好 這一段有沒有問題 好 沒問題 我們看那個 住所緣時應如何修 好 那這裡呢我們講明心住之所緣 與所緣如何按住 就是我們所緣很多種 這裡有分四種 好 那叫明說你住所緣大概分四類 好 那對第二個呢 住所緣應該怎麼修 就是要怎麼修 排除什麼 呃 什麼那個 種種的困難 好 第二個我們先 裡面的明心住所緣 總建立所緣 就把四種所緣先講一下 那明我們那個 那個這個 中大師介紹我們的 此處所緣是原佛像 那佛像什麼功德 為什麼中大師介紹我們用 佛像當所緣 叫明此處所緣 那我們第一個先看 總建立所緣 好 第三 那個我們現在裡面又分 那個明 總建立所緣分三個科判 正明所緣 顯示何等不得求緣何盡 顯示所緣一門 好 就是正明所緣 有把正正所緣分四列把它講清楚 那對哪些根氣者 要緣哪個所緣 好 這個做第二個介紹 第三個呢 那對所緣哪些不同的名稱 異門就是名稱 所緣經的異門 那我們看第一段 正明所緣 那世尊 就是釋迦牟尼佛 有在佛經有講 修於邪師 於邪師就是修定的 一般我們叫余邪師 有很多種 專門修定的 我們叫余邪師 閉關的啦 這個叫余邪師 但是以前我們余邪師是統稱 統稱 如果修定的 我們叫余邪師 例如說我們余邪叫相應 那這個余邪師跟定相應的 叫定余邪師 可能修跟上師相應的 我們叫上師余邪法 有沒有相應法 跟本尊相應的 我們叫本尊余邪 叫本尊相應法 這個余邪就是相應 那為什麼余邪有沒有 余邪是什麼 跟相應我們想 跟神心相應 搞得清楚 看哪個相應 我們稱為余邪啦 修定的余邪 修本尊的余邪 修上師的余邪 這個都叫余邪 那修余邪師 這個叫修定的余邪師 有四個所緣 第一個呢 我們叫周片所緣 第一類 第二類我們叫進行所緣 第三個叫散喬所緣 第四個叫進貨所緣 好 這四個 那我們看它怎麼解釋 那周片所緣呢 是一個大概一個分類 其實它沒什麼內 它是一個總項啦 周片就是總項 所以後面三個所緣 都包括在周片所緣裡面 總項的 這是總 那後面就屬於別 第一的是總 後面三個 二三四的是別 周片所緣呢 有四種 四種 第一個 有分別影像 這個分別就是什麼 觀察 不是分別心的分別 有觀察的 觀察的 這個用觀察的來修的 這個叫分別所緣 第二個五分別 五分別就是不觀察的 就是修止的啦 不觀察的 一個五分別就是不觀察的 那四邊際 四邊際 從那個 我們叫四邊際 就包括什麼 聖一地是從陰 就是我們講 圓的進是聖一地 世俗地來說 這是陰 包括聖一地世俗地 陰呢 就是包括我們 比如說我們廣論的話 就是你那個 俠滿難得啊 陰啊為什麼 因為俠滿難得 那個陰就是 世俗地的陰 那原空性 空性的話 就是我們講那個 一個 比如說我們講 中觀世的觀耀 這是陰 是聖一地世俗地 這個叫四邊際 這從陰來說 那所作成半 就是講果 什麼叫果呢 一般來說 我們就生起 身心清安樂的果 果 因為他這個講的 沒有清楚 其實果有很多種 你可以講說 筆量的果也可以 筆量的果也可以 或是指觀雙音的果也可以 因為他這個文字 沒有表達很清楚 說圓聖一地世俗地的 思維修 然後呢 在圓的思維修得到的果 在圓的這個果 因為筆量的果 絕獸啊 或是圓指觀雙音的果 這個叫所作成半 所以四邊際 四邊際性 跟所謂什麼 剛剛是因跟果關係 這個果沒有講的明確 沒關係 所以呢 那一般講那個 因為有些大德解釋不一樣 一般有個仁波界講說所作什麼 那個 身心清安樂 這個樂 有人這樣 光問我這個 我說 我能不能講那個樂 我說不是 因為圓在樂時候會產生掉矩 你不能圓在樂時候 而這圓在色謀他那個定力 可以 你不能圓在那個身心清安樂 那個樂 所以他可能是誤解 還是不曉得 還可以誤解 他說能不能講那個 所作成分是圓的身心清安樂 不對 因為圓在樂你會產生掉矩 你沒辦法修訂 沒辦法修訂 因為他圓在那個定力的那個心 不是那個樂 定力的那個所緣性 這個有些誤解 他這樣問我說不對 能不能講 不是應該這樣說 如果這樣說不合理 因為快樂會讓我們產生掉矩 沒辦法安住 後來他問一問他就 隔天就不來上課了 很多 遇到事情就太多了 你講的跟某些 我認為的大德不一樣 你這個小咖的 我不想跟你學了 都會有這樣的想法 那什麼是因理來說 不是誰對誰錯 你真的快樂的話 你沒辦法安住 好 所以又呢 圓心立惡影像 好 所以呢圓心呢 這個圓心呢 立惡影像 剛剛講的分別影像 跟無分別影像 從心的影像 不是從對鏡喔 從心來說 從心的影像 不是從對鏡來說 所以圓心這個心立惡影像 這個心就是影像 哪兩影像呢 第一個呢 是分別影像 初就是分別影像 是彼伯色那所緣 彼伯色那就是講觀察修 這裡的彼伯色那 不是一般 我們講的 指觀症的彼伯色那 是觀察修的彼伯色那 我們前幾天有講過嘛 就是隨順的彼伯色那 初就是分別影像 好 第一次觀察修的所緣 第二個呢 五分別影像呢 就是指柱修的 射魔湯的所緣 指柱修 這個射魔湯是講 指柱修 他名像用射魔湯 應該叫指柱修 好 所以圓影像則為非十所緣自相 為是內心所獻彼像 應該為時有盡所緣自相 我們這個自相 這個自相 一個名詞都一樣 我們自相 就一般我們講 自相是講 這個講的事相是講 自相成立的外境 非時所緣自相 就是自所緣自相 就講所緣靜 就是我們講外境的 外境的自相 自相成立的外境 為是內心所獻彼 彼像 彼像就是彼形像 就相分啦 不是講靜喔 是講那個內心的相分 你觀察修的這種相分 還是指柱修的相分 還是指柱修的相分 不是圓外境的那個自相成立的相 這樣聽有嗎 聽有嗎 不是圓外境那個 分別影像跟分別是講內心的相分 不是講外境 好 要分清楚 由圓筆相 這個筆相就是內心的形象 內心的 內心的那個我們講那個相分 圓這個內心的相分呢 正施則實 有施則分別故 明有分別影像 所以圓這個相分的相分呢 來施則觀察的時候呢 有施則分別故 這個分別就是講觀察啦 有施則觀察故 不 明為分別影像 就懂齁 所以有時候 那個經論講呢 像經論講 常常講不分別 不思維 不作意 那個是講不觀察的意思啦 不是沒有分別心啦 懂齁 常常講是講 你修止住修不要分別 不作意 分別是不要觀察 這是對的喔 可是呢 有時候葬系的大德 把它當成是沒有分別心 人家不是講沒有分別心 人家是講不觀察啦 他是修定的時候不觀察 所以這是對的啦 可是你不要把分別 當成是分別心的分別啦 他是講觀察的分別 不觀察 因為修止住修不能觀察 還沒有等到什麼他之前 所以有時候會誤解 都在第六意識 止住修也在第六意識 分別也是在第六意識 都在第六意識 五根是沒辦法產生 就是觀察跟止住修 好所以這個要明相把它分清楚 這個分別就是觀察啦 不是分別心的分別啦 若心遠比不思則住 就不觀察 無思則分別 故名無分別 就是不觀察 名無分別就是止住啦 無分別就是止住修了啦 不觀察啦 所以我們真的齁 我們要修到色摩他以後才能觀察 如果止住修還沒有修到 身心清安在之前 一觀察 慢慢那個定力就退了喔 慢慢定力就退喔 像像我們現在思維 經讀太多了 沒有修定 那定力就會退喔 容易被外境干擾喔 定力不夠啊 外境一一一一一 不合你標準的 就是那個火冒三丈喔 會喔 情緒會被波動 因為定力沒有辦法壓伏 就是思維太多 也會說 思維太多修止住修一下 要去壓伏一下 兩個要收射 觀察修是外放的啦 止住是收射 兩個都要修啦 碩碩火燒 碩碩水洗 水洗就收射 火燒這 讓他觀察 然後呢 五分別的影像 就止住修 又是影像呢 為何所緣之影像呢 影像叫什麼所緣呢 有五種進行所緣 五種進行所緣 後面會說啦 五種 進行所緣有五種 剛才講種的 叫周片所緣 那裡面呢 又把它分別的 有五種 別的 第一個 五種進行 另外呢 在散喬所緣也五種 那在進或所緣有兩種 這是別 在周片所緣裡面 有分這三個別 周片所緣是一個 總項的說法 那呢 在後面的進行所緣 五種進行所緣 五種散喬所緣 兩種的進或所緣 是講別 這樣可以齁 所以 就所緣進 立四邊進 所緣進呢 就是可以講說 它的外進 有分四邊進 那四邊進來就講 聖地 世俗地 一切法 可以圓一切法 只有兩種 如雲 為而 更無於是 是盡所有性 盡所有性 叫世俗地 盡所有性 就是世俗地 那這進所緣 那這進所緣 跟如雲 所有性 它是佛的智慧來說 可是我們現在都把 以因來當果 佛 佛的片子所緣的世俗地 我們叫進所有性 懂齁 為什麼呢 因為佛的圓一個 例如圓一個 戰勳也好 或圓某一個 你們的同學一個 他跟你有關的 都會線起來 叫進所有性 這樣懂嗎 這名詞是怎麼來的 就沿著 戰勳一個法 跟戰勳 過去未來 現在的親朋好友 有關係的 一切法 一切禁 同時線起來 叫進所有性 佛的這個 是那個片字裡面的 進所有字 所以以這個來講 他進所有是所對的 進叫進所有性 所以叫一切世俗地 從佛國來看 我們沒辦法達到 進所有性 我們一個法就是一個法 顏色就顏色 形狀就形狀 沒辦法達到 進所有性 但是佛的片字 可以通圓一切 對於佛國的空的來講 進所有性 不是我們現在能夠看到 進所有性 我們只能看到 世俗地某一個法類而已 所以這個名稱 真是從佛國來說的 佛的國 那個進所有字 那個來說講 他對的進 進所有字 所對的進 這個世俗地的法 就叫 進所有性 這樣了解嗎 以因來當果 所以這個名詞我感覺 現在用我感覺不到 你乾脆 乾脆是世俗地就好了 因為這是佛才做得到的 我根本做不到 進所有性 這樣了解 但是以因來當果名 好 那當然是呢 進所有事 邊際性 就是世俗地 如影時而非助於性 非助於性 這不是其他的進所有性 只是一個法 你進所有性太多法了 從從緣起的都陷起來 無影時而非助於性 是如所有事邊際 就一個法 這什麼 空性 非助於性 就是一個法而已 沒有很多法 那進所有事 從從無盡的法 同時陷起 如所有事 就是安住在空性的當中 就叫如所有事 我們叫聖意地 如所有事 所對的進 就是一個法 就是聖意地 看到一切法 同時陷起聖意地的法 所以只有佛 世俗地跟聖意地 可以並現 原進所有性的當下 又可以同時陷起 如所有性的聖意地 以果 以果明來安利因的對境 那其進所有性者 為如於五運 色諸有違法 五運包括有違法 就是色受想行事 五運涵蓋什麼 有違法 無常法 五運也包括外進的 還有內心所色的 就叫無常 五運把無常法 有違法包掛進來 那在五運 在拓展呢 有包括十八戒 還有十二處 十八戒跟十二處 就設一切法了 把常法也包掛進來了 喔 常有包掛進來 那 要寫科判嗎 這個 白環面路有 要寫嗎 需要嗎 不需要 需要請舉手 不需要 需要請舉手 一個兩個 不需要請舉手 隨順需要的 因為不需要沒有舉手 對 對不起 對 因為有人舉手啊 需要有人舉手啊 不需要沒有人舉手啊 不需要沒有人舉手啊 所以以共襲比量來說啊 對啊 這是 對啊 有兩三個舉手需要啊 對 有需要的話 有需要 不需要沒有舉手啊 對啊 對啊 覆襲啦 你們懂得 如果懂得 我問你們拿 好 這裡喔 我們先把十八戒先劃分 我們講 十八戒 我先把總的 十八戒先講 再搜射 從十二處跟五處 十八戒咧 我們可以分 一個 我們叫 外六戒 外六戒是什麼呢 就是 色處 深處 好 那色身相處 好 那色身相處 好 哎呦 色身相味處 好 處處 好 處處 好 這是外六戒 然後呢 再來是 內六戒 好 然後呢 這是外六戒 內六戒咧 我們叫六根啦 有沒有叫六根 好 這個外六處是 好 講內六根 八戒咧 射眼根 好 相對的哈 耳根 好 那再來是鼻根 好 再來是嘛 那個 蛇根 再來是生根 好 再來是益根 所以十八戒裡面的 這外六戒 內六戒 這間八戒咧 這叫十二處 那為什麼稱為處 這個處呢 是哪 人生心事 就是處 人生後面的六四啊 那把佛像請下來嗎 一靠右邊就好了是吧 好 好 對不起 好 所以靠 嘿 沒關係 我們就好了 再來是六四 這個四呢 是指新王喔 不是新鎖 新王喔 所以呢 八戒咧 有眼根 這個兩個呢 眼處 加上眼根 這兩個 加在一起 好 這個 在怎麼寫啊 好 不寫了 眼根 托管道 先有色素 再眼根 再進行嘛 眼視 好 那再進行嘛 我們再耳視 好 鼻視 好 然後 十二四 好 然後 十二四 好 身四 好 身四 好 意四 好 這個 這個 外六界 內六界 六四 這重稱叫十八戒 這樣可以沒 可以沒 那這裡喔 法術 重點在法術 法術呢 裡面包括哪些呢 因為這裡已經把 這個水質嘛 外色已經包括了 這裡面包括外色 色處 深處 相處 位處處 那法術呢 除了外色以外呢 包括哪些 來寫一下 好 包括第一個 內色 第二個 不相應刑法 好 第三 好 我們叫那個 內色或細色 內色 講內色 細色 我們講細色 不要講內色 細色很奇怪 所以 外色應該改成出色 改一下 它可能在生氣常調 細色 好 那不相應刑法 第三個 心所 第四個 我們叫 心王 就把它寫 一般本來我們都沒有寫 心王啦 好 第五個 好 我就選 心法 心所信 心王 好 那包括有倉法 名稱有講 漢系講成 漢系講成 因為我講處 要講十二處 名稱要處 所以我不用處 你用色層也可以 因為我講十二處 用處 來代替層 對 也都是色 而處裡面的 所以名稱不同 那也很相同 對 同意思 但是我用處 因為十二處 要把它寫出來 所以用處 名稱 好 所以這裡 所以 除了外出色以外 顏耳別舌 身 之外出色 其他呢沒有緣到 都在哪 第六四 法處包括進來的 包括細色 不相信心法 心所心法跟常法 第五個 沒有寫 這包括進來的 所以圓一切法 所以一切諸法呢 就包括什麼 十二處跟十二 那為什麼十二處 也可以包括一切 因為十八戒嘛 因為十二處的法處 法處 法處 就已經把 新王包括進來了 那齁 法處吧 就十二件法處 已經把新王 這個叫六四 好 六四已經包括進來了 好 這也可以講這樣 也可以講六根 六根已經包括嘛 六四 所以你跟所緣進來講 也可以 我講根來說 這個也叫六四 所以呢一根也把 六四八戒 新王也把 六四八戒 所以你講十二處 也可以 那廣開 叫十八戒 也可以 好 一根也包括六四嘛 那以所緣進來說 新王也包括六四嘛 所以已經十二處 等同十八戒 只是開展了 那個 那個名項不同 所以十二處也是一切法 所以十二處也是一切法 十八戒也是一切法 十八戒也是一切法 這樣可以 可否 好 再把這一段弄完 所以呢 十二處十八戒 十二處 色一切法 那四地盡色也是一切法 那四地盡色也是一切法 所因之事 所因之事就是一切法 那這個四地盡色一切法呢 是只有 有 秩序派不成許 其他的共同的 彼伯沙宗 金布宗 還有維氏 還有映成派 是成許的 但是只有秩序喔 所以四地盡色 盡色 所因之事 那個是嘛 除了秩序以外 要加個淡書 除了秩序派以外 因此為什麼重點在什麼 在那個滅帝啊 滅帝呢 在所有 除了秩序派以外呢 都認為滅帝是 聖衣帝空性 但秩序派認為滅帝不是空性 它是世俗帝 所以有把秩序派擺除 就是除了秩序派以外 四地盡色所因之事 所因之事就是一切法 過此無余 所以呢 除了這個呢 就是已經把所有的人 都包括進來了 好 所以如所有性者 未必所原實性 真如理所成義 這個理呢 就叫我們聖意理智 這個理 理就是聖意理智量 靠著聖意地的思維這個理 聖意理 聖意理智 所成義 真實相 所原實性 實性就是實相 真如 這名稱不一樣 實性就是實相 好 好 救果安寧呢 所做成辦 剛剛講的是 一嘛 聖意地是屬地 或是開這為十八戒 十二處 四地 那果呢 就所做成辦 就是靠著這個思維修得到果 至少要比量以後才叫果 比量啦 至少啦 那比量之後呢 成辦的功德 都可以稱為果啦 為於如是 以所原引相 由聖母他 彼佛身那 所作 作意所原 所若修若喜若多修喜 遠離出眾 而得轉一 所以要到什麼 遠離出眾 轉一 就是遠離出眾 這個事也得到什麼 我們叫身心清安樂的色摩他 而得轉一 就都靠著嘛 彼佛身那觀察修 所以轉一呢 要靠什麼 比量 那出眾 遠離出眾 靠著色摩他 所以這個是講觀察修跟指助修喔 不是講那個 真正聖母他 彼佛身那 果 果是靠這個 觀察修 然後得到比量 能夠轉一 轉心境啦 轉心境 那呢 聖母他 這個要靠觀察修 得到聖母他 能夠遠離出眾 好 這兩個不一樣喔 一個轉一是靠比量的觀察修 觀察修 彼佛身那觀察修 好 那一個是呢 遠離出眾 去靠色摩他的指助修 好 到這一段可以嗎 還有去 麥克風 傳一下 麥克風 問問題 請問一下就是說 像道次第每一個法類的修法 那也是屬於那個周片所緣裡面的一項嗎 對 這是總的 都有 都有 那他這四項當中 他是歸類在哪裡 那四項 那四項 你講四項 裡面我們看 進行所緣 善巧所緣 進貨所緣 他這個裡面呢 如果說以道次第所說的 他屬於善巧所緣的一種 嘿 這方便是屬於善巧所緣的一種 嘿 但是這裡的善巧所緣又不是講那個 他是講 把涵蓋在善巧所緣 可以說 那這善巧所緣裡面 換的是初分的 長 長 那個我們講十六種形象 那個 不是 那個講那個 初分的無我 苦空無我的內涵 但是你也可以 我們講 我們從道次第來說 我們講 是從苦 苦地下手 苦地下手 然後呢 在中次道是講 極地下手 極地下手 就從苦 散熱去苦啊 沒有得到俠滿 有什麼過失的苦啊 沒有練習無常會嗎 不會散熱去的苦啊 這個從苦地 然後呢 再來是中次道講 煩惱的身體是從極地下手 所以你可以安慮在善巧所緣的 那苦極滅道的內涵裡面 他沒有很明確啦 但是可以在案例在善巧所緣裡面 就片情所緣 善巧所緣 跟進禍所緣 那是善巧所緣的一種 好可以嗎 最後那一段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奢摩他彼伯生辣 什麼指跟關 這個在 他後面講 對這個所緣引下 由奢摩他彼伯生辣 作意所緣 作意就是專注啦 專注在奢摩他 這奢摩他就是止住修啦 他不是真的奢摩他 專注在止住修 能夠遠離出眾 果是遠離出眾 那專注在那個彼伯生辣觀察修呢 能夠額得轉一 就得到比量啦 改變心境啦 這樣可以齁 因為他文字沒有把它編得很順啦 就變成這樣前後來對照 對 比量 不是比婆生辣 不是聖文他 聖文他要得到生氣槍的出眾 遠離出眾 好可以嗎 好休息一下 我們看351頁第二段 我們看桌片所緣 裡面有分三個別 就進行所緣 善巧所緣 跟進貨所緣 我們先講第一個別 叫進行所緣 那這個行呢 這個行 這個進行的行 就講那個現行啊 現行 就能夠把你的現行暫時壓伏 我們叫進行所緣 好就看內涵 由此所緣 能進 能夠壓伏 這個進就是壓伏 能進貪等增上現行 增上就是主要啦 主要的貪 所以他這個翻譯都是貪等 主要應該是什麼 能進主 增上貪等現行啊 不是貪等增上現行 而是增上貪等現行 你看這樣 因為這主要啦 就是主要的貪 主要的貪 或是主要的稱 主要的乙 慢 那個貪稱是慢乙啦 這是主要的這個 五個煩惱來說啦 所以能進 是增上貪等現行 不是貪等增上現行 好 增上貪等現行 那包括呢 不但貪喔 還有五種 這個等喔 這個等喔 這個等就包括什麼 稱 貪稱 稱 吃 慢 遺 這五個呢 這個貪稱是慢乙的 主要的貪稱是慢乙的 這個現行呢 有五種方式 第一個呢 對字貪 要修不禁 不禁觀 這貪 第二個 修慈敏觀 要修對字稱 你把他旁邊寫一下 對字的煩惱 那修緣寫觀呢 對字吃 那法戒差別觀呢 戒別觀呢 對字慢 那阿納波娜呢 這個阿納波娜呢 我們叫屬席啦 這個叫泛文 叫阿納波娜 叫屬席 那屬席呢 對字疑 這個疑是什麼 妄念的疑喔 這個疑不是一般的 我們講華語的疑 他講阿納波娜 對字妄念的疑 妄念疑 好 那是總相先做個交代 我們現在細細的別說 第一個 緣不禁 不禁觀 緣不禁觀呢 裡面呢 我 我們可以分 外不禁 跟內不禁 好 那這裡的不禁呢 它其實還有兩個 一個叫 我們修那個 我們一般講 如以講嘛 食色性也 就是吃 玉戒 講玉戒 玉戒的吃的 跟男女之色 是我們的本性 玉戒的本性 色戒上就沒有了 色戒上這個食跟色 色戒都沒有 因為色戒是嘛 事實 我們那個玉戒是斷食 斷食才對吃的 對男女的欲望 會有所需求 到色戒以上 他就沒有這些 吃的啦 還有男女之慾了 所以這玉戒共同的 叫食色性也 因為我們玉戒必須斷食 吃完了 等一下又餓了 餓了呢 又吃飽了 又吃了 飽了等一下又餓了 這叫一段一段的 叫斷食 這樣可以嗎 有事實聽過沒 聽過 玉戒的我們叫斷食 適食 適食 絲食 還有猝食 餓了 餓了吃飽 飽了又餓這樣 餓了吃飽 飽了又餓這樣 那天只有三餐嗎 不夠 體力不夠 所以一般整個 那個我們鄉下 是不是早餐都吃飯 因為體力不夠 你吃粥 體力不夠啊 所以一般那個客家人 他們早餐都吃飯了 他不吃粥 因為他要工作啊 你吃粥沒力氣啊 勞動 然後呢 中間必須要呢 要有家人在送點心 送點心 點心 不然維持體力不夠 所以不吃 只有三餐 一般是講 我們竟然是講三餐 可是對於我現在吃不只餐 例如說我們講 打坐 我們先打殘器 我們也可以吃13次 除了正餐以外 他實在是 就是你打坐容易餓啊 消耗體力啊 所以中間呢 只要驚險的時候 你可以跑去 那個有餅乾 你有茶 裡面去打過殘器 他那個叫一個飲食區 裡面很多餅乾 茶 你只要餓了就可以去吃 然後有茶 也有餅乾 你就吃 一天可以吃13次都沒問題 你肚子餓 容易打坐人會肚子餓 消耗體力 蛤 怎麼那氣慢要通 要花體力的咧 他要專心啊 專心要花體力的 你專注一個鏡的時候 讀書你會很花體力 很耗體力的 耗腦力啊 耗腦力啊 體力也要啊 要專注啊 對啊 想要快啊 那打坐的話 那個下半步不動嘛 下半步是很快的 靠著快的動作才能夠把起碼打通 所以他是耗體力的 耗體力喔 真的喔 等你得到射魔他 欸 會出一個昏塵 吃太多會昏塵 要控制那個量 也不能太多會昏塵 太少會餓 所以要控制那個量 不要說喔 我要肚子餓就猛吃 等一下就肚孤了 一定的 所以控制那個量 好 這個就是打坐要注意的地方 好 好 所以這餓吃飽 這叫斷子 是欲戒的喔 好 第二個這個我們叫 我們叫飾食 那飾食的人 我們是善惡戒 好 就是色戒 所以無色戒 好 一般我們叫嘛 禪定為食啊 好 他就靠修定 修定 這寫在後面嗎 寫在後面好了 好 這色戒無色戒 第三呢 我們叫 詩食 這次呢 叫我們叫淨土 好 去觀想 好 靠觀想 觀想 所以在我們的 寫在淨土裡面呢 你想吃什麼 想吃冰淇 一想就吃了 想吃雞腿 一想雞腿就吃了 好 根本不用這腦筋去 嘴巴去動手去拿 根本不用 就叫施食 淨土就是這樣 好 第四 我們叫促食 好 一般促食呢 我們叫食香者啦 好 例如說鬼啊 神啊 好 這個都是食香 吸那個氣味 這寫錯了 這是怎麼講 吸 吸 氣味 物資 能量 或氣味 它沒有什麼氣味 能量 或氣味 好了 這是什麼 石香者 或鬼神 這是一個 另外呢 還有一種什麼 念氣功的人 領氣書 所以領氣書呢 這裡面有分號 如果念氣式的話呢 他們叫 一般的外道叫屁股法 那如果是 密法來說 我們叫 風秋戀 你們聽過 屁股就是不吃五穀雜糧 屁股啦 不吃食物啦 避開嘿 避開吃的 屁股 不是那個 屁 開屁 就避免 避免啦 避免 避股法 避股 文字啦 看文字不要看音啦 不要聽音 看文字 有有有 就是 不吃啦 斷食 斷食也可以啦 斷食這個是不吃的斷食 這個跟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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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音接近 那個什麼 扭念 扭念有點一樣 骨啦 五穀雜糧的骨啦 黃秋戀就是 那個 吸那個 吸那個 吸收那個 外界的能量 地水浮的能量 它就可以 安安的 這是比較高的 另外的比較 沒有那麼高的 它用蜂蜜 製成一個 碗 一天吃一顆 用蜂蜜啦 或是一些金黃的東西 用這個藥 一碗 一天吃一顆 都不用吃的 都不用吃的 這是比較 一般的 那個蜂蜜蜜 那真的高的是 連那個藥丸也不吃 我就吸收外界的能量 就可以了 有兩種 可以嗎 就是有四個十啦 那我們現在只能這裡啦 我們預計了 沒有修禪定的話 所以你們在修禪定 那定力越來越高 你對吃的 越來越少 因為不想吃 定力啦 定力越來越高的話 你就對吃的 就越來越少 會喔 本來是一碗飯 你就吃不下了 感覺我吃一點就飽了 可能吃半碗 慢慢再修 吃三分之一碗 四分之一碗 五分之一碗 只要有個東西 沒有沒有沒有 它不是啦 它是 它要這個能量還要 所以佛陀在那個 修苦行的時候 一麻一脈有沒有 沒有 因為它有定力所設 才可以 如果沒有定力所設 一碗一碗 早就二產了 因為它感覺這樣修不成功啊 沒有體力啊 還這樣 不是好喝不好喝啊 體力沒有體力的問題啦 重點是體力啦 所以要中道嘛 不能一直 就我們以前那個 我團體的出家中也是啊 如果我們常拜共修嘛 看到一些人 就修得越好 就一次越少 然後法師就 平常喔 沒有在共修 規定 零點五碗飯 零點五碗菜 怎麼吃得飽 我們又過五不食 中餐吃這麼少 所以大家要做嘛 那個先鋒道骨 不是像我這麼胖胖的 都是先鋒道骨 又瘦 但是定沒有成功 就變就來了 體力不夠 因為我們要做很多事啊 好這個叫 四十啦 十的問題 那我們看這個是先修那個色 色的不靜觀 這個我們不靜觀有分兩種啦 一個叫大不靜觀 一個叫嘛 色的這個白骨觀 這樣可以喔 兩種喔 大不靜觀是對食物的 那這個白骨觀是對男女的欲望的 這兩個不同 那一般這裡沒有寫那個大不靜觀啦 大不靜觀是 譬如說你們吃食物 有些人就是 修一修呢 會對嘛 厭食症 有沒有看過 厭食症 厭食症呢 就是 法法是這樣修的 就是說你們要減肥 其實根本不用吃什麼減肥藥啦 怎麼樣 你修一下那個大不靜觀 就很快就減肥了 那怎麼修呢 他今天修那個吃的食物 有色香味俱全嘛對不對 好聞 顏色又好看 哇 覺得味道又很好 那去觀想喔 你這個想一下 那個味道經過你的嘴巴咬一咬 口水混在一起 口水混在一起 你如果是 人家看人家在裡面講話喔 裡面在吃東西 裡面講話 你會覺得很噁心 會不會 香蕉 你會看到香蕉 我看到人家裡面講話 香蕉 裡面在咬香蕉 嘴巴看著香蕉 唉唷喔喔喔喔 好難看喔 好噁心喔 所以你看到 嘴巴跟口水混在一起 你會覺得好吃嗎 不會的 那經過喉嚨 到胃跟胃酸混在一起 那不行了 跟膽子混在一起 又變臭味了 結果膽子 然後經過舌子腸 那排出來變糞便 你會聞嗎 去看嗎 不會 所以你把那個好吃的東西 從這個管道一想 從我的嘴巴 一直到喉嚨 到食道 到胃 到腸 排出來 你就想到 唉唷 那麼臭 我不想吃 就把那個東西好吃 好看 好聞的 把用這種觀想方式 把它秉絕啦 所以你就不會想吃它 不會想吃它 慢慢就嘛 越吃越少 越吃越少 跟剛才的修殘鏈 越吃越少 不一樣喔 就慢慢就可以減肥了 所以 我看過一個 一個廣告 他說 減肥不是你 運動就可以減肥 運動沒有辦法減肥啊 為什麼 運動完更餓啊 所以不是運動來減肥 運動是訓練肌肉的 不是運動減肥的 你要消耗能量 運動可以 但是要防止那個餓 你會防止餓的 我也不吃的 那才有可能能夠減肥 如果運動完吃更多 會胖喔 無數減肥 所以呢 真的要減肥什麼 少吃 第一個關要少吃 可是現在我們都講求嘛 我要享受好吃的 但是呢 又不會胖的 所以這樣很多那個 吃那個藥啊 都給你抑制那個 那個吸收 腸胃吸收 這樣的效果不好 以後喔 你真的是到年老的 那個腸胃吸收不了 就慘了啦 目前年輕還可以啦 因為那腸胃 你腸胃吸收不好嘛 就變成你老的時候 你要靠食物營養 就吸收不到了 這個有問題啦 所以那個藥都是有些 你要看到 喔 減肥很成功 怎麼幾個月 可以消什麼 30公斤 40公斤很好 晚年就要考慮了 因為它把你的腸胃吸收能力破壞掉 這個要小心喔 所以吃藥 不是自然的方法 最好不要做 還是用自然的方法去做比較好 少吃一點 那定食定量會比較好 現在定食也不一定啦 我現在都餓了才吃啊 我感覺餓了才吃 才是我們人體真是需要 如果不是餓的餐 那個餐一餐吃了很多 肚肚 哎呦馬上吃的 那個腸胃消耗不太 所以我還是個人 我追求是餓了 有餓的才吃 不要說沒餓還要繼續要吃 感覺對腸胃一種壓力 好 這是另外一題 我們看 所以是叫大不靜觀 這顆是可以減那個食物的 對食物的那種貪欲啦 另外是我們叫那個 對男女之欲的不靜觀 這在第二行 緣毛髮等三十六悟 這詹勳以前問我 這個你可以去想一下 但是我感覺這個不究竟 為什麼不究竟 因為呢 以前我們師傅說 有個修從白靜觀的人 他看到白骨 剛開始會感覺不好看 可是後來就又歇又歇 白骨也蠻好看的 有這樣嗎 對 我們看個一個 男眾很難看對不對 可是你跟他相處久 不錯啊 他還蠻好的啊 有這樣嗎 所以觀念都會轉變的啦 對 對 在英俊瀟灑的男眾 你相處二三十年 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啦 再怎麼走的 女孩子 在相處久了也感覺 那也蠻不錯的啦 所以都是習慣的問題啦 胃圓毛髮等三十六悟 好 三十六包括毛髮啦 我們指甲啦 還有眼屎啦 鼻涕口水 這三十六不說啦 你們自己去想 耳屎鼻屎眼淚 眼屎啦 還有那個那個那個什麼 那個 鮮的鮮啦 等等 這很多啦 毛髮 三十六悟 明內不淨 內就是我們身體本來就有的 還有撞到那個死亡後 這是本來就有的三十六悟啦 還有我們死亡的過程 死亡過程 死亡過程 剛開始是地水火風消失 慢慢你看他耳朵 我們耳朵最容易遺青 就是死的時候啊 你耳朵是水律循環最差的地方 末梢神經 所以他會從耳朵先黑 耳朵先黑 這個叫先黑 那四大分解開始後呢 叫做耳朵先黑 你們看那個死亡 因為這次剛好李學長的父親 我去祝念嘛 祝念我到七點才 從他六點半往生到七點射 還到差不多到第六點 六點半的時候 他耳朵就慢慢變黑了 這裡 就是開始死亡的時候 這個叫淤青 我們叫屍斑啊 屍體的斑 外國人他叫屍斑 所以他從斷定屍斑多少來斷定 他死亡多久了 從這屍斑來斷定 他死亡多久了 所以看那個偵探小說 那個偵探演定 美國影集 那屍斑有多少斷定他多久 都是靠這樣來斷定的 就是他的淤青的那個部位 哪邊部位產生了 哪邊有多少那個範圍 來斷定死亡多久 所以你到死亡 那四大分解完 就開始有施斑喔 但是那個神絲還沒走 白顯 紅針 黑淨德 居生 光明 還沒有走完 所以他四大走完 就開始有施斑 這樣了解喔 所以你斷定那個 就是斷氣沒有 就看他施斑 就可以了解他已經走了 不是 已經斷氣了 不能講走了 四大分解完了 那就是開始從淤青 開始算 開始慢慢算 慢慢算 等到神絲走 那個淤青是到他神絲走之前 疫情越來越多 神絲走之後呢 再開始發臭了 所以神絲沒走之前 不會臭喔 所以一般人都臭怕啦 怕說趕快死來趕快送去嘛 兵器館兵 每個人在家裡會臭 不會 神絲沒走之前不會臭 神絲走了才會臭 然後這個不用怕 所以你要神絲要走 大概三天三天半 但是一個標準不一定 例如說 有人是臨死死的 不是生含糾的病死的 他可能沒那麼快 他從四大分解到神絲走 沒那麼快 他心裡還沒有接受 但有人是久病了 他可能一死 可能兩小時神絲就走了 就不一定 所以呢 那個佛密法講的 要三天三天半 那個是一般而說 但對一些久病的人 可能他死亡斷氣之後 可能十幾個小時 一天內就走了 也有 所以我有個註念 一個叫王居士的 就是關我們永和教室 他的太太 他是平常就生病了 可是他都 對他先生很好 都不告訴先生他生什麼病 忽然間在浴室昏倒了 昏倒就走了 走了之後呢 我們就送到那個殯儀館去註念 所以過註念後 他的蛇子已經離開了 他先生去辦事 他跟著去辦 去跟先生辦事 檢察局 那個簽證 死亡證明 一方就會到 跟著先生回來又回來 就是這樣跟著先生跑 因為他他喜歡他先生太 他平常兩個人 就是沒有兒子啦 沒有小孩 吃飯都一起吃飯 那我今天到哪裡吃 他是美食主義者 聽說哪餐廳好吃就到哪裡去 聽說哪餐廳好吃就到哪裡去 每天生活 那個太太是會計 所以生活工作都在一起 所以那神是離開 他先到哪裡 就跟著到哪裡 所以那幾個小時後就這樣 對啊 那中醫生啊 還沒有投胎 中醫生啊 中醫生 所以神是離開身體而已啦 會喔 當然會囉 對啊 對啊他有神通啊 可以練前身啊 這是我先生啊 變鬼道的啦 他化身的可以啊 鬼道有胎身 卵身化身 化身的可以啊 胎身他要鬼母懷胎啊 生出來他就中陰身 隔陰之明啊 卵身也隔陰之明啊 有住胎就隔陰之明啊 有住胎就隔陰之明啊 也是有 有隔陰之明啊 有什麼卵身啊 他會生卵啊 鬼會生卵 鬼會生卵 你看那本 我本身故事有啊 鬼母有五百個兒子啊 他生五百個卵啊 同時生五百個兒子啊 所以鬼道有胎身 軟身化身 大化身 可以 沒有私生啊 他是三生 沒有私生喔 好 要知道嗎 不要聽過喔 化身的話 就還會 對他就沒有經過父母啊 就是 沒有經過那個啦 還是一樣的 形象啊 好像大賢已經 如果投在鬼道 化身還是大賢啊 他還記得上一詩是什麼啊 那是什麼樣的業 讓他 會 還跟 軟身化身化 第一個是說他功德要大 功德大就有化身 化身 而且跟鬼道的那個 父母的緣比較少 因為功德大 他的經券的 那個鬼道眾生 那個緣不深 因為他修行嘛 所以跟鬼道這支緣比較淺 所以他就靠化身 就可以了 如果功德不大 可能就是胎身了 就是有 那個鬼道有父母之緣 就胎身 所以我們一念 执著也會胎身喔 化身喔 你怎麼放不下 我兒子還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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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孫子還沒大 還要怎麼做 我家還沒家好 還要跪到生命 還要怎麼做 那是煩惱啦 但是那個不是很惡業 不是惡業 那是一個煩惱 一個執著 細輔助 就變鬼道了喔 這個都是化身了喔 那鬼道化身再化 他會再放過 看他投胎的因緣 他放下了 如果他 他就到天道去了 因為他的善業很豐厚 他使一念執著 讓他維繫在鬼道而已喔 他化身的可以啊 對啊 鬼道有胎身 暖身化身 化身的可以啊 胎身他叫鬼母 沒有私身喔 懷胎啊 他會生卵啊 生出完他就中英生 隔陰之靈了 軟身也隔陰之靈了 有�住胎就隔陰之靈了 也是有隔陰之靈了 他就沒有經過父母啊 還是一樣的形象啊 好像大賢已經如果投在軌道化身還是大賢 他還記得上一詩什麼啊 第一個是說他功德要大 化身 而且跟軌道的那個父母的緣比較差 因為功德大他他的金券的 那個軌道中生那個緣不生 因為他修行嘛 所以跟軌道這支緣比較淺 所以他就靠化身就可以了 如果功德不大可能就是胎身了 就是有那個軌道有父母之緣就胎身 所以我們一念執著也會胎身喔 要化身喔 你就放不下 我兒子還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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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孫子還沒大賢 還沒怎麼做 我家還沒家好 還要過什麼啦 還沒怎麼做 那是歡樂啦 但是那個不是很惡業 不是惡業 那是一個煩惱一個執著 細輔助 就變軌道囉 這個都是化身的喔 那軌道化身的話 他會在那裡做 哈 看他投胎的陰影 他放下了 如果他 放下他就 他就到天道去了 因為他的善業很豐厚 那是一念執著 讓他維繫在軌道而已喔 他就升天了 看到一片光 就過去了 對 他是執著 把他細輔助而已 這樣執著拿掉 就可以升天了 欸 你們有 鬼道 你們看一部 《鬼域者》 裡面就講很多 你要去想耶 但是沒有把內涵想清楚啦 我在看那個 不能就想到內涵 那是中陰生啦 鬼道怎麼轉換 我不是高生大德 我是低生低德 沒有 高生大德 那是有禪定的 禪定的 所以他預知實至 嘿 那檔人 預知實至有禪定功能 這預知實至 那什麼時候走 那往生哪裡 那可以 如果我入佛法內涵的 我往生天道也可以 我要投胎也可以 那靠個願啦 靠個願力來 那我投胎 就變成人道 但是他死人實至走得很快 他要怎麼走 他可以 他如果更高的 我是 不但是日之士 我是隨時都可以走 像那個 像那個 像唐朝一個 旁居士啊 有聽過沒 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 有人說他米勒佛事件 不曉得 他就一看一看 我的音樂已經差不多了 就告訴他太太 跟先告訴他女兒吧 女兒說 欸我 大家明天中午 是很好的一個日子 我那個時候要走 你要替我辦你後事喔 嘿 結果呢 他就等那個中午要錄定了 你說我哪有那麼辛苦 要幫你做後事 你自己處理吧 他到早上 他女兒就站在那個太陽下 就走啦 根本不用等到中午 就走 被他先走啊 然後呢 他太太說 啊你又怎麼走了 哎呦 那個你喔 你要當我辦你後事 你自己處理吧 他就走啦 等中午 怎麼等就走了 現在不然後事都沒有了吧 他沒辦法 他就走了 就三個都走了 就是他可以決定 他進什麼時候走了 對對對 卵生是畜生道嘛 太生他是人人的習氣的軌道 那卵生就是畜生道的軌道 所以裡面就有分很多層次 所以呢 如果是卵生的 活泡很低 變小鬼啊 那個大鬼都 那個胎生呢 都已經搶功德了 有能力嘛 卵生沒有能力 就變小鬼啊 神撿那個廁所的那個痰啊 糞便的氣味了 所以 那個胎生跟卵生的功德差很多 所以我們現在 最好不要執著啦 執著就變化身 也可以啦 那是嗎 執著變鬼道 所以升天為什麼難 為什麼增上升降這麼難 另外說 頭身 增上升降如馬 爪上乘 頭身上降如馬 大地土 為什麼這樣難 因為執著很難啊 那去掉執著很難啊 那去掉執著很難啊 如果他放身到鬼道 他要放下那個執著 如果你是到鬼道 他也沒有教化啊 但是如果說他鬼道 可以來聽盡無法 對 可以化身可以聽盡無法 聽盡無法 一定啊 原來是空性 原來原始 會啊 他旗旗還在啊 他會當護法啊 他對佛法是滿好要啊 來聽盡無法 來送早晚課還是會的啊 他有跟他提醒 阿彌陀功德殊聖 他只要印尼阿彌陀 曠光色獸 他就走到阿彌陀的淨土去啦 要有人幫他啦 要幫他開示啦 要這個姻緣啦 那個被隱藏在下面 習氣 因為他的執著太深了 習氣沒辦法顯發 所以要靠一個語言 把他聚生會 把他顯發出來 所以我們想說 你平常要多觀想佛光 照耀所有的 有的沒有的所有友情 那當他佛光 他就會啊 佛菩薩光明 他就歸一歸 從鬼道就可以升天了 講到活三法的 活法是三法歸 他就會升天 所以平常我們可以多做三次 觀想佛光 照耀所有的死亡法界眾生 有啊 佛菩薩沒有講清楚啦 他不會解釋這個 他就告訴你 有到有胎卵之化 他也有失聲嗎 沒有聽過失聲的例子 他講有 但是我沒有看過失聲的例子 很多啦 驅啊 你講驅啊 可是要軟啊 那要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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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軟身 那要軟身了 不會失聲 對對對 軟身 對啊 那失聲是什麼 我就不曉得 黴菌是不是失聲 黴菌又不是這種聲 普特歇魯搞不清楚啦 黴菌就比較像失聲對不對 發霉啊 不曉得 不曉得 那沒有觀察那麼細了 麥克風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 樹嘛 可是有些人也會告訴你說 你吃那個樹 那個樹 就是啊 吃樹 吃蔬菜 那蔬菜裡面也有寄生蟲啊 那寄生蟲也是算殺生嗎 現在喔 我們以為分別心 假明安理 裡面那個動機 沒有動機 我是為了要 避免殺害終生 我吃樹 這個就對了 到底 它的樹裡面 有沒有加什麼 肉的食品啊 或是什麼 軟啊 那個 它能造個人的業 我沒有這個動機 我目的就是要 不殺害終生 我才吃樹的 所以有人說 那個樹菜裡面 有軟的等等 你不要存這個動機 那什麼都不能吃的啊 那世間還什麼 什麼都可以吃的啊 所以呢 那個軟 我們要特別把它洗乾淨 故意洗乾淨 啊別人做菜 它洗不乾淨 我沒辦法啊 但我們自己做的 能夠觀察一下 稍微觀察一下 把它洗乾淨一點 避免吃到這個動物的 這樣就可以了 那到底有沒有吃 不要去考慮它 有沒有吃到 不要去考慮它 那如果我的動機 我避免要傷害終生 我把我今天要吃的那些 魚肉啊 當成那個什麼 三斤肉 不是三斤 把三斤肉 當成那個什麼 也不是蔬菜啦 就是把它當成就是說 食物嘛 就是 要死啦 要死 把它當成要死的話 那這樣怎麼樣 也可以啊 但是說 現在是有人說 你這樣買 有人就賣嘛 有人賣就要去抓嘛 這是個問題所在嘛 但是是說 我如果是為了修行 你看看你目的是什麼 我為了修行 我必須要有食物 魚的營養 有肉的營養 那我買三斤肉 不是為了我殺的 那殺的時候也不是 聽他那被殺的聲音 殺的這種現象沒有看到 也不是製作教他呢 那就可以 為了你的修行 身體要滋養 就可以吃 吃三斤肉 所以要動機先提住啦 動機先提住 那我修行成功了 這些跟我 我吃過的 都是我未來的緣 我未來要救度他們 要發這個願 我吃過這些 魚啦 肉 我只要以後我成就佛道 我要發願 要救度他們 嘿 對啊 因為接下來一個語言嘛 供養 供養你身體健康啊 對 你回想給他嘛 觀想 如果說跟他 恩阿厚嘛 恩阿厚就觀想那個 有寄生在肉的靈魂 神士 透過這樣觀想 恩阿厚加持 他可以等到火菩薩的這種照顧 對 恩阿厚的這種觀想 供養 觀想 也是可以再加持 所以很多種方便利他 因為 他既然死了 死了 這個肉 爛了就爛了啊 對不對 你爛了沒有 沒有什麼益處 但是通過我們吃 我們把那個佛法的三寶的內涵 通過這樣的內涵加持他 他好像得到好處啊 那我們吸收是吃到營養 我們不是要殺他的生命 生命是別人殺的 那別人 你說你不吃 不可能防止別人不殺 對不對 因為你一個人不吃 不能代表全你不吃啊 但是我靠著他來修行 以後他的力更大 所以我不吃他 他對他講更力更大呢 還是我靠他修行 我以後來幫助他力更大呢 你 你感覺他會所求是什麼 如果死掉屍體沒用了 他當然是供養你 你會幫助我啊 所以三禁肉是 一個最低的下限 因為我 我周遭大概吃素的人很小 大概 每次都是只有我一個 那所以有很多人 就會跟我提出這些問題 所以我在想說 我用一個最圓滿的方法 來解釋給他們聽 所以我才今天問這個問題 因為我周遭幾乎 幾乎沒有人在吃素 對啊 你就動機啦 動機 謝謝 以分配心安利為主 好 謝謝 好 所以看那個內部進去 就屍體喔 慢慢轉臭 臭的話就是 不要只神是已經離開身體 才會臭喔 所以屍臭會是一定 神是離開身體才臭 臭之外就會爛嘛 爛嘛 就是爛嘛 爛就是爛的 這時候開始臭 開始會腫 腫 腫 脹 這身體會腫脹 然後呢 再濃 再難 再化 這個化 驅 驅吃完就變骨頭 所以到這個有九響 這個骨骨都有 所以身體的這個 輕於一開始到成百骨 百骨呢 有九響 这样慢慢想 我对那个欲望会稍微减轻 欲望减轻 起来稍微想一下会减轻 那这样就是 事与内心所现不尽 非可爱相 就变成浓难 所以我感觉白骨不是最好的可怕 是浓难最可怕 最多想浓难 可以遮止那个可爱相 认识其心 就是要修不净观的方法 第二个呢 我们对字称 称呢 我们就用慈悲观 那慈悲观呢 第一个呢 我们修要谱元 这个跟那个什么 清英果 前面清英果有雷同了 谱元 清 怨 中 三等 对清 我们比较会想要快乐嘛 那在怨 应该是 我们刚想清 中 怨吧 依照清果是讲 清 中 怨 不是讲 清 怨 中 怨 清 中 怨 我们在法文有抛一个我们叫平等舍 那平等舍很多种 很多种 一个是说 我们叫平等舍远离爱物清书 住平等舍嘛 那远离爱物清书呢 这个呢 有两个层次的说法 一个是从中世道的怨亲不定 中世道六苦啊 其中一个叫怨亲不定去想 就是说我们这一世的亲人 有的人是呢 来讨债的 虽然他跟你很好 但是呢 每次呢都是你在付出 有没有 我旁边有没有朋友都这样 儿子啊 女儿啊 都是你在付出 那个没有 一付出呢 沉沉无尽的 没有说没有穷尽的 一下爸爸我要欠权啊 一下爸爸我什么娶儿 什么什么干嘛 都是找父母啊 那个就是 虽然是亲喔 但是来讨债的喔 那讨债 因为过去跟你是怨啊 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 目见年尊者看到 一对父子 爸爸 买鱼 小儿子喜欢买吃鱼 他就买鱼给人家吃 那下面一个狗 在喔喔喔 也要叫 听过故事没有 那这个故事里面呢 就是前身来说呢 那个鱼呢 是他的爸爸 这个抱小儿子的爸爸 那个狗呢 是他的妈妈 这抱小儿子呢 是过去他的院 那怎么回事呢 故事灵贯 因为他常常去捕鱼 外面去工作捕鱼 常不在家 那他的太太就有外遇 那有一天他没有没有经过 他没有跟我告诉他 他回来 忽然间就回来 捉到他有外遇 结果呢他一气之下 就把那个 那个情敌啊 把他杀死了 杀死了 杀死了 就把他太外遇杀死了 杀死后呢 他就感觉 好 你就不要再来 再来我就想 你只要跟谁在一起 我就跟你外遇 杀死 杀死后呢 那这件事情完了 那他呢 常捕鱼呢 有些活的鱼啊 就放在一个池塘 放在一个池塘 那他呢 爸爸就从那个池塘 每天想吃鱼啊 就只能守池塘 就把池塘捞起来 就吃 所以呢 他临终就对 我要吃鱼 就变成鱼 变成那个鱼的响 那变成他爸就转身为鱼 那妈妈呢 常常呢 顾家 顾家 这妈妈很持家 很照顾家人 那常常带儿子出去 也不在家 那他先生呢 也常常呢 没有在家 但是他很尽心指手的照顾家 就变一条狗 这样了解喔 对家的那种 那种执着 然后呢 转世的话 那个 他太太 生那个小孩 就是他的 因为两个情缘很深嘛 所以那个投胎的时候 那个 那个情敌就变成 对太太之所 就转身为儿子啦 我们儿子就是 喜欢妈妈 就要转身男生嘛 喜欢爸爸 转身女生嘛 因为这个情敌 还对他那个 太太 那个情感不放 他的善业 是因为有善业 但是因为做错事 对这个淫做错事 他平常是一个好人 做错事 所以因为这样的转成人道 就投身 大部分人 变成他的儿子啦 然后他抱着儿子 就喜欢儿子啊 独子嘛 就是光家 他喜欢吃鱼 所以那个鱼呢 就是他过去生 爸爸投身的 然后投身呢 吃鱼 那儿子就吃肉嘛 对啊 那现在骨头 然后那个狗在叫 就叫 那把骨头丢给那个狗 就是他妈妈吃啊 所以 妻子吃 吃先生 那 那 冤仇吃爸爸 你知道吗 是阿公啦 应该是阿公 这个叫怨亲不定啊 这辈子你的感觉 亲人的儿子就是过去的怨啊 你吃的鱼啊 那就是你的亲啊 现在是怨喔 过去是你的亲 所以从故事来讲讲 怨亲不定 能够住平等舍啦 原来 我们这辈子都是的 亲人不一定一定是 一致都亲了 冤仇也不是冤 比如说我们讲出家 出家 我们没有度过父母的这种 那个允许 那就嘛 有些人就抛妻 弃子的 我感觉出家 不是真出家啦 但是汉系很强调这个 我感觉都不对啦 不也嘛 因为讲什么 一直出家 久足升天嘛 那个是 出家就可以久足升天 我自己生不了 还要久足升天 对不对 你要好好休息才升天啊 如果不休息出家也不能升天 怎么 对啊 这个说法是有点违背常理 所以有人这个时候的鼓动 妈妈不允许出家 像有点大德 是吗 你不允许我就剪耳朵 结果他把耳朵剪掉了呢 妈妈看到他耳朵剪掉 不冷心才能出家 这种方式都太硬来啦 不照顾到缘起啦 所以呢 没有到缘起出家的 这个父母会怨嘛 我本来养你到博士 你就应该 应该好好的 效仰我们后面 结果你是出家了 那我们这 花了这么多钱 这么心力体力照顾你 结果是出家了 空空如也 而且独子 你说两个人在怎么想 而且我的 那个产业啊 那个公司要交给你 交办给你 那现在交给谁 这个谁又不信任 那怎么办 是不是有一种 落寞空虚的感觉 那这会变成怨 会不会 会怨啊 所以怨下辈就变成 怨啊 这辈是虽然是父母的亲 下辈就变怨啊 有违缘啊 所以从那里看 对不起 我念今天时间到 我先讲那个 清宗怨 下次再继续啊 好 今天我们讲的课 有没有问题 九足升天 是啊 靠别人出家 就九足升天 我不用我做坏事也升天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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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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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都有啊 太动机啦 动机啦 动机最重要 好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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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